最新的跟大家分享六种脸型 看命运的好坏 第一个是圆脸 圆脸这种脸型是比较常见的 一般来讲 圆脸人的人心态比较好 内心非常的乐观 同时也比较容易满足 整天脸上挂着笑容 不喜欢为了一些事情发愁 对待身边的人也非常的和善 不喜欢斤斤计较 性格方面也比较温和善良 但人处事真诚厚荡 乐于帮助他人 同时他有最好的一个特点 就是知足常乐 这也是我们说项犹新生 一个人懂得吃足 懂得感恩的话 在这个项犬里面 是非常推崇的一种面向的心态 也懂得为他人着想 所以说这个人缘非常的不错 一生过得非常的开心 属于典型的大富大贵之命 能够得到满满的福报 这是圆脸之人 心态很好 第二个是身子脸的 身子脸的人欲望很强 身子脸的人重要的特点就是 他这个脸部中间比较快 上下都比较窄 上下主要是指上庭和下庭 也就是额头和下巴 中间主要是指颧骨和鼻 那么这种脸型的人 一般智慧不高 内心也比较自私 考虑问题 眼光比较短浅 只顾眼前 而且金胸也比较狭窄 喜欢斤斤计较 特别喜欢占一些小便宜 做事缺乏耐力和坚持 遇到困难的就会选择放弃和逃避 在事业上是很难有大的作为 即使是能够取得一点小成绩 也很难保持长久 这是无头无尾 身子脸 希望比较强 刚才讲到的 喜欢占小便宜 第三个是瓜子脸 瓜子脸的人度量比较小 瓜子脸的人重要特点就是 额头宽 窄适中 下巴尖细 整个脸型的弧线非常的不错 看上去既不圆润 也不尖消 从古至今的瓜子脸 都是一种比较符合东方 人脸型的这种好脸型 这种脸型的人一般的长得都比较好看 瓜子脸的人大多数比较注重生活品质 也注重精神生活的享受 做起事来精力充沛 身体素质比较好 能够把事业和生活经营的非常的好 往往是能够有所成绩 不过如果是下巴长得尖消无肉的话 这种瓜子脸大多数是缺乏度量 也比较小气 晚年生活容易孤苦无一 这是瓜子脸 度量比较小一些 那么第四个是油字脸 油字脸的关键词是白手起架 油字脸很好辨认 这种脸型就像油字一样 自由的油 这种脸型重要的特点就是额头狭窄 下巴长得较为方阔 腮骨部位长得非常的宽大 额头代表一个人的先天少年运势 下巴是代表一个人后天晚年的运势 这种脸型的人大多数出身不是很好 祖上的基业浅薄 从小求学还是生活都是这种比较辛苦的状态 缺乏贵人和靠山的帮扶 凡事都要靠自己去努力争取 不过这种人大多数意志力坚韧 年轻的时候虽然苦难比较多 但是中年的时候往往是容易发达 能够获得丰厚的收入和回望 往往是容易白手起家 这是油字脸 第五个是国字脸 国字脸的人亦当官 国字脸顾名思义就是脸型方正 就像国字一般 这种脸型的人一般的额头饱满圆准 下巴方阔有力 这种脸型的人大多数性格沉稳 内敛 做事很有原则 责任性非常的重 在文人处事方面也比较实在 非常的踏实 个人能力也十分的突出 所以无论做什么都能够做得不错 不过这类人大多数性格方面还是比较固执 决定的事情很难改变 内心刚正 不喜欢阿谀奉承 容易得到他人的信赖和尊重 也会做这种领导的潜质 所以走势图官场还是非常不错的 国字脸 意义当官 第六个是甲子脸 所谓的甲子脸 刚好跟油字脸是相反的 甲子脸的人大多数额头和颧骨 长得非常的宽 而下巴就显得尖消无肉 整个脸型看上去 还是不是特别协调 不过这类人的头脑非常的聪明 反应速度非常快 而且思路清晰 判断力也非常的强 做起事来也非常的认真 善于把握机会 只要决定的事情 就会力图做得最好 并且这种人的情商很高 为人的仗义 特别的善于处理身边的人际关系 朋友不错 而且贵人运非常的好 事业发展比较顺利 只是到了晚年的运势 会慢慢的走下去 慢慢的有一些晚年的 容易操劳忙碌的特点 这是甲子脸的一种脸型 好 这个六种脸型 六种命运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是困惑 可以关注本频道 会每天更新这个项学小知识 我们下期再见